苹果树案例 2016年约8、9月时 树主发现小苹果树生病 类似苹果树的癌症 富途是生病的树 因为可能没救了 大家都建议砍掉 但树主想试试用原始点处理 富途是生病处放大图 处理方式 稍微清理一下 然后涂上姜粉与油混合的姜膏 大约涂了十次 每次下雨就会重涂 还使用姜粉泡水浇在树的根部 处理结果 最后苹果树揭出漂亮的苹果 如又涂所示 证明苹果树经原始点处理后 确实痊愈了 证明苹果树 微懒 发杂 onto 下儿 洘